大家好,我叫吉华,然后是Kinny Finit的CEO 然后就我们来NIB有很多次啊 然后那个可能之前一直没有跟Ocean一起来介绍我们的产品 今天很有机会呢,然后Ocean呢请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产品的事 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然后呢现在大家看得见呢,这个是我们最新的电影摄影机 就Kinny Finit呢,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国呢 是唯一一个做专业的电影机的一个公司 那我们现在从2012年以来就开始在销售我们第一台的 这种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助研发的电影机 那到那边的话回头Ocean你可以拍一下 就那边有我们相当历史以来的各种型号的机器 那现在从今年我们刚刚发布的是Marvel Marvel的话它是一个有两款机型 现在你看见的是Super 35的这样一个机型 那它是一个它的主要的特性呢 那我觉得第一个呢是6K66格的这样一个机器 就6K可以升到66 然后呢它的编码的话它可以记录RAW CinemaDNG的RAW 可调压缩笔的,能够兼容达芬奇的 第二个呢它还能再支持ProRes 444和XQ的这样一个编码 当然也有我们自身的KinnyRAW的编码 对 同时呢像Marvel的话它也是一个继续跟我们维持Tera一样的 这种身材和比例都是非常小 对,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机器,然后全功能小型化 而且卡口呢能够兼容很多卡口 然后像这个你看的是PO卡口 很标准的一个电影机 对,然后很小型化 然后功能很强的这样一个电影机 然后价格的话在每,我们的美元的标价是8000美元吧 7999 就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挺有竞争的一个价格 硬件方面跟其他的最常用的机器有什么分别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硬件方面呢我觉得呢 不太不太像我们手机啊 手机的话,然后说硬件的时候 我说几个盒是吧 四个盒多少G的内存什么 其实对电影机来说大家使用的时候不关心这些东西 主要要看到OK 那我是什么样的有分辨率啊 指标这些可能是硬指标 帧率啊,宽容度啊,像这个机器的宽容度它也很高 是大约是四档 应该可以测出将近15档左右出来的这样一个指标 对,然后呢,还有它的色彩空间 像我们的色彩科学的话 一直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 所以基本上也维持了以前我们那种很好的肤色呀 很过度很顺滑的高光啊 很好的暗部啊 然后这个机器它的高感也比较好 对,就正常的话 虽然基础是800 但是呢,1600,2500,600,3200 那边有素材的,那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都判断了没什么问题 对,所以呢 你很难说它这个硬件呢 你说比如说跟Red的比啊 或者跟阿莱比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是吧 具体的 就讲几盒几盒 它是在这上不适用 但是在整体上来说的话 它硬指标的话 我觉得都是能够匹配现在的一个工业标准 或者说的话 比现在主流的这些机器的指标 甚至是要高一些的地方 对 那刚刚推出了那个ProRes Raw 你们会支援吗 ProRes Raw的话确实是个非常新的一个Codec 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呢 像我们现有的基因的ProRes呢 是非RAW的 那之前是license from Apple 那ProRes Raw的话 我们还正在跟Apple接触 如果呢 一旦我们获得了license 我们也会很快的去执行到 我Marvel的这个机身里面去 应该是Firmware就可以弄到了 Firmware 因为从Hardware层面上的话 我们估计来一下 ProRes Raw跟现在ProRes 4.4 之类的 其实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 OK那我知道你们也有一个 叫什么Full Frame的 的一个版本 就我们也说一下 对对对 实际上Marvel呢 就是说它有两个版本 就刚才讲的 像这个Marvel 标准的Marvel呢 是S35的版本 6K的S35 那像那个Marvel LF 我们叫Marvel LF 那是它用的 就是全幅面的一个Sensor 然后它的硬的指标的话 别的像6K啊 升格啊 还有这些 都是跟Marvel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的话 它相当是个全幅版的Marvel 大家是非常期待的 非常关注 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机器 因为我们都知道 像S2LF 然后Red的Vistar Vision 还有呢Vinny4 还有也就刚推出来的 C700的VV FF版本 价格都确实 都非常昂贵 都是几万美元这样子的 所以呢 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们这款机器 是一个真正的 大家能够买得起的 affordable的 这样一个电影 全负面的一个机器 这个呢 价格的话 大概在8月份公布 然后在CineGear的时候 的话 6月份CineGear 我们会去 有正式的 完全工作的 Demo的机器 对 然后再到10月份的时候 我们预计就可以 正式的开始出货了 对 那价格大概 那个range是怎样的 价格range的话 我相信反正呢 买的是我们机器的 也应该买得起 就应该是个买得起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 我想的话 就从 可能从一开始以来 或者说我们慢慢的 也逐渐的认识的 就我们的机器的话 就是说 还是面向一个 更广的一个层面 而不是说 我给少数人用的 只是给一线的DP用的 我们还是 还是希望给更多人用 给更多的 Indie Filmmaker 这样去用的 这个机器 非常好 非常好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好的 好 谢谢 请不客气